這次為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由Diagostini 出的雜誌式賽車 1比43 這次說第十八期 原來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發覺每一期或者每一次介紹 或者能夠推出的跑車、F1賽車本身都有一些挺引人入勝的故事 這次表面上是一個五屆世界冠軍的座駕區 Hamilton 的一輛Benz 座駕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發覺有很多超級引人入勝的故事 稍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今晚的主角 就是這一架 有玩開F1的朋友都知道 這一架就是Benz Mercedes-Benz的車隊 當然它正式的名字不是這樣叫的 Mercedes F1 好長的名字 其實正式的名字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Mercedes AMG Petronas Motorsport 當然發音可能不准 因為由於這個其實大家知道是德國的公司來的 但是呢 車廠是一樣的 但是呢 其實呢 背景也都很複雜 我研究完一輪之後 發覺呢 實在是太艱深了 於是呢 我都 有找到資料的 那我可以繼續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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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這個車隊成立的起似 那其實呢 其實呢 它除了是德國的 就是德國的車廠 最主要呢 其實呢 這個車隊呢 就不是的 它其實基礎是英國的 有一個很有趣的 一個小小的知識 或者建文 那原來呢 大部分的 車隊的基地呢 大家猜在哪裡呢 原來呢 就是英國 那我查過一些資料 就是找過一些手掌 大部分都是英國的 那另外就是意大利 好像有兩個車隊的基地 那都好像有法國 那有些是美國 那大家猜不到 原來德國是 好像不太好 那錯了 大家就提醒我了 所以呢 但是肯定最多車隊的基地呢 就是英國 包括這一隊車隊 那為什麼呢 很多歷史原因 因為它組成呢 起初呢 是很特別的 Benz 車隊其實也是一個 創會成型 在1954年呢 它是第一次參加這個F1的賽車 那當年的賽車就不是這個樣子 遲到大家介紹 那些很有型的樣子 我們經常叫子彈車 那1950年代 那時候呢 F1開始是有F1的賽車 對啦 Benz是其中一隊 但是其實當它加入了第一年之後呢 也都拿了一些不錯的賽車之後呢 那在第二年呢 就停止了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1955年呢 我們遲些都會 我會常常有興趣介紹 就是 2萬24小時賽車 這個範疇的賽車 那段時間呢 在法國發生一件 都頗嚴重的意外 我覺得印象中 自己小過了 我沒有80歲那麼老 但是呢 印象中很小過 看紀錄片呢 都見過一場 一個很驚心的場面 黑白片來的 就是真事 那賽車呢 就是 打了很多個關斗 然後滾了到觀眾席裡面 然後呢 就發生了很大的意外 那麼在那個意外裡面呢 他們都記載了 其實有超過83位的觀眾 是當場的 就是身亡的 包括了其實 駕駛的那個 八角椅的車手 那 那麼 所以自此之後呢 Benz呢 他們呢 Mersedes呢 他們就停止了 在賽車的 領域裡面的 投入 直到 很後期呢 在大概1983年呢 才呢 去用一個 主要是一個 叫做引擎 或者叫做 機械供應商呢 就參加了一隊 叫做英國的車隊 那個名字呢 就叫做 Elmer 希望有沒有發錯音啦 那麼 那時候才重新加入F1的賽車坦 那麼其實呢 經過了這麼多年之後呢 其實他 是近年才會回約 那麼我也記得 其實在我 八九十年代 最喜歡看賽車的時間 在電視看的 那麼呢 那時候經常見 都是沒有 發過有 Persedas Benz 這個 名字出現的 那麼當然啦 他們靜靜地 一個八三年 開始了 那麼其實他們 一直都以一個 機械供應商的 形式出現的 好了 那麼 講到 發回去之後呢 那麼 後期經過很多次的 收購啊 或者是 拼購啊 或者很多的 商業上的 變化呢 那麼呢 去到呢 2010年呢 那麼正正式式呢 就回歸回F1的 車坦了 就是不單止有一個 機件供應商 或者機械 引擎供應商 的 角色出現 是 以車隊形式出現 那麼呢 那個名字呢 就剛才講的 Mercedes AMG Petronas 那 Petronas呢 原來呢 都是要找的 我們很多東西都不知道的 其實 那麼原來是馬來西亞 一間油公司來的 現在這間油公司呢 其實就是馬來西亞政府 擁有的 一間油公司 所以呢 都可以講是 廠勢大 啊 因為第一件事就是 各營的 那麼呢 就跟這間 Mercedes Benz 他們呢 合作了一個車隊 那麼 AMG的小弟 真的不知道 是否是 哪一間 合作了 那麼 到2010年之後呢 叫重新正正式式去到台前呢 一隊 用Mercedes 的名字去參加一軍賽事 成績呢 已經即刻呢 就一躍而上了 那麼呢 當然啦 2010年的時間呢 他們就沒有去到這個 冠軍地步 但是呢 經過2013年 這個當時在2008年 已經拿了第一次世界冠軍 帥美頓呢 他呢 就加盟了 2013年 那麼旋跡呢 2014年呢 第2年呢 經過少少的熱身後呢 他就已經 這輛車隊呢 就一躍成為世界冠軍 那麼這段時間 這輛車其實真的值得去 關注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其實呢 以往是很少銀色車身 或者是灰銀色車身的 車出現在F1的賽事裡面 通常都是 一些傳統顏色的 有白色、紅色、黃色、黑色 銀色是橫色的 我沒有這個感受 但當然純粹看賽會的安排 所以這個顏色是比較適合近期才見過 當然有些少少銀色的金色 我也曾經見過 不如當年早期的六年花車隊 用黑色配金色 但金色也不太長眼 而銀色為主色真的比較少 當這輛車隊重新參與後 2014年已經成為世界冠軍車隊 其實它的成績是怎樣呢 連續由2014至2018 即是今年 連續5年 45678 都是囊括了世界冠軍車手和世界冠軍車隊 一分的賽事 有趣的地方 這輛車就是2014年 即是首屆他們重新獲得 叫做世界冠軍車隊 或者冠軍車手的車 而這輛車就是 涵美頓車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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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輸墨加之後 七屆冠軍之後 其實就到他的 應該沒有比賽 五屆冠軍 而且他還比較年輕 還當打的年份 所以 應該有排 起碼都玩到五六年了 我相信 所以他絕對是有希望 是贏到 或者超越了 輸墨加這個紀錄 還有 你看到他的成績 輸墨加當年 都有一些間住間住 通常都很多時候 要閃連兩屆 三屆 然後停一停 那 涵美頓的情況 其實也是 兩屆兩屆 就是1415 拿了兩屆 然後1718 很奇怪 為何16年連續拿不到五屆呢 那個很QK 都猜真的是這樣 剛剛不是說 2014到18 都是Benz 即是Mercedes 他贏了冠軍車隊 那就是說 其實很大可能 那屆2016年冠軍 都是他的隊友 沒錯 是真的 2016年 就是剛剛 他的拍檔中幾年的隊友 就是Niko Rosberg 就拿到冠軍 然後呢 拿完這架冠軍之後 2016年 Rosberg 或者Niko 他就馬上引退了 其實又不是 好像剛剛 吃了壺就走 其實他都由2006年賽到2016年了 可能很多時候 車手都會轉戰其他 是一個領域的賽車 或者不是全身退休 或者不是全身退休 但是詳細呢 就不說了 因為我相信 接下來都會有一部車 是關於Rosberg的 所以暫時就不說了 我們先作主角 那主角子的領域 近年M1的車號就像MOTORGP 就是電單車最高級的賽事 他們的車手就很有趣,他們多數是跟人的 即是阿羅斯這麼多屆的冠軍 就是那邊的車臣,就是嚇死人的 他都年紀不小,我記得我年輕是看他賽的 現在大家都不年輕,他正在中賽中 他就用46號車 而F1,我看到他們都是跟人的 咖美頓應該一直都只差44號車 以往F1是怎樣排名的 例如你用去界的成績來排名 即是說你是冠軍車隊 今年我們兩個車手或三個車手 我們就會用1號、2號、3號車 如此類推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改了 相信未來2020年或2021年制度會更加大變化 之前跟大家預告過 車的設計會有大幅度的隔身 即是比現在更精神 現在的車型已經極度滿意了 說回產品本身 整天看到未來的賽者 這幾排燈 沒有記錯 應該就是煞車燈 就清楚很多了 我沒有留意以前是不是這種形式的燈 不過應該斷古都變了 因為以前的燈的技術沒有那麼先進 這個燈已經完成了 即是更加豐富的外形的擾流器 後擾流器 前擾流器 甚至旁邊的吸風或擾流器系統都是非常先進的 試試試好車 很多時候車隊都要跟一些油公司合作 譬如顯學、毛比都有參加車隊的贊助 看得很清楚所有贊助商都可以看到 這個是車胎 車胎贊助商 即是黃色的 車胎印上就比較帥氣 Petronas Persedes的標誌性Logo 有部份車是有賽車首的名字 或者他改了車的名字 但這輛鹹美頓的車似乎就沒有了 似乎 Sweet Code 即是車尾後擾流器的Sweet Code 應該是贊助商的名字 這輛Badbury應該也是贊助商的名字 車身依然是Dicast 我也是Dicast 擾流器的細部份 我就摸到應該是膠 而且你按下去會有點搖 因為Dicast也會搖 但不會搖得那麼厲害 而且我發覺你搖得多厲害 而且我發覺它的組裝真的要提及一下 希望生產商也注意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產品的價位是比平常同級的比較商議呢 雖然是減了一些東西的 但其實它也做到很接近 可能就是 QC的質量是差一點改善的 如果我拿著這輛 擾流器呢 有一點點 看到嗎? 如果車子這樣落地呢 是不是好像不太適合? 應該這裡是平的 因為水平就好像比較適合 相信啦 所以這些位置呢 當然要求嚴格的朋友 就說不行了 我要加一加 我就可以接受的 其實我玩玩玩具可能玩得太久了 有時候我是拿一個大體的滿足感 就是我買一輛車回來呢 我不會跟它一顆質量 油上面有塵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要求 其實都理解的 但我其實知道很難 脫塵脫得好可能噴油都有問題 不如你自己的師兄砌模型就知道 其實我就不太熟了 不知道有沒有絕對可以脫塵的方式 所以我要求中用 不要說很隨便 我自己做產品當然不會 因為知道客人要求是哪裏 但我自己玩我就不會 因為你要選擇最漂亮的那一款 或者選擇找出來 其實我就覺得很痛苦 可能我經常做開工作 當然不是 你知道你找到最完美的那一款 其實可能未必有可能 有時候你開箱 拆開所有的包裝 還原不到那些 你才可以找到一個心滿意足的 例如這個包裝 你有很多四位的 那邊你看不到 車的右手邊你看不到 所以我就不會在這些位置花太多精力去 我寧願就是 我多看一些資料 拍照片 拍片 欣賞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收藏文具 就比較傾向 就是我會理解背後的故事 就是電影有電影 小說小說三角 就是順暢 因為純粹追求外表 就是人一樣 你很快會不會厭 其實很多時候都差不多 所以車其實都是差不多 但如果你知道故事 原來那個DECO很重要 譬如以前玩二戰 那個納粹揮很重要 五人五點 另外Tiger One裡面那個 007號車 S04 哇 很重要 223那些 對很多收藏家 或者無形分子來說 是很重要 因為它代表了坦克殺手 或者Tank Ace 那些號碼 所以我就會放這些時間在這邊 再說一下這隊車隊 就是夏美頓 除了2008 14 15 17 18 5架冠軍之後 我就沒有記錯 其實2019年 相信它還是繼續留在 Mercedes 車隊裡面 你會發現車隊跟人的合作是很棒的 因為我之前說過維特爾 他其實一轉的車隊 成績是跌了 我就覺得可能是跟那個配合有關的 不是說絕對性一些車隊贏 但當然你看到有幾隊是零尺標青 譬如法拉里長期都是前三 麥拿倫 那些 威廉士那些 有些就沒有了 但是為什麼突然跑得這麼快 就是會連續幾年紅霸整個F1車坦呢 我想有些原因是車手跟車隊配合 就是車隊經理 人員 後勤那些 其實全部都有原因 說到後勤 我最近發覺那條換輪胎 是快過八、九十年代 差不多 我想50% 我沒記錯 但是8秒、10秒左右換到輪胎就很厲害了 就是換了整套輪胎 即是入油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不用入油 我也不確定 我沒有留意到 但是 段估計有十幾天 即是他每次服務了車的 每次入浴片 所以 是快過那個年代很多 應該的 所以 Mercedes這車隊 我相信 其實它那個 無論是機器 整個車隊的配合 其實是很好 所以有時候這個冠軍車手 你發覺很多時候這冠軍車手轉隊 成績就會下跌 很少連續拿了兩架冠軍 一轉隊 然後新的隊又贏 很少 我暫時 我研究了這幾十年 賽車 不是我說過幾十年看賽車 發覺是很少淋裝 就是這樣淋裝法 車隊淋裝的機會大 車手轉了車隊淋裝的機會 是比較少見的 咸美頓他的成就 就跟Mercedes的車隊 正正掛了勾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車隊一定不發揮得很快 因為你發覺 其實這五年 14至18年 都有一屆是他的隊友 拿冠軍 即是Rossberg 還有你發覺 其實14、15、16 其實是他們包辦頭一二名 然後 另外最近幾兩屆 因為第三名和第五名 可能有些車隊 有些地方 令我們車隊追上來 都不頂 就會看到車手技術的分野 我記得 舒默加轉車隊 都是失準的 要調整很久 閃爛也是 有些車手 就好像比較厲害 例如我沒記錯 阿倫普魯斯 轉車隊 他就能保持得到 成績不錯 但有些當然也有跌 好了 再說一下這隊車隊的歷史 他有參賽以來 即是無論他是一個 引擎支援 也好 或者是正式車隊 他們總共是獲得了 160次的冠軍 即是每一場 Gran Prize 一個賽事 不是一個整年度 是歷尼 第四階的車隊 可能我猜 應該是佛拉尼 威廉士 和拿倫 就是這兩位的三甲 你不要忘記 他是爭空了很多年 就是作為車隊去參加 好了 另外 他們獲得了六屆的 即是 即是 World Champion Constructor 的冠軍 另外 就獲得了十屆的 即是 Driver Champion 所以呢 都是非常之厲害的 所以就有一點預告 那既然說得 涵美頓的座價呢 那 我希望 這個公司 不知道他其實還未出完 他有80期 就好像說 其實有些期數 他是未公佈的 即是即是日本的 都未公佈的 他可能會轉或計劃過 都不頂 其實涵美頓 他拿這麼多架 冠軍出多一次也不怕 即是史蘭也有幾架出了 那 那 我覺得 可能放在後面 那 雖然你說 都是Mersedes 但每年的車型 其實都會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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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出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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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五輛都不同樣子 儲存了幾個銀 接著可能會介紹夏美頓另外一些勁敵 還有一些名宿 這麼多車款裏我覺得這個顏色比較獨特 因為這麼多五十多年來 銀色的車真的比較少 但一出現的銀色車 就在這個車坦裏姚武揚威 當然,接下來絕對會介紹其中一個縮力 達拉利介紹就是紅牛 就是紅牛 希望他們能夠多出一些2018的那些 正就正 因為2018的後遙流器的車身後部分 是有比較大的改動 好,多謝欣賞我們這一集的Unbox The Ask Gostini 1-43 F1 就是雜誌式的賽車 這一期我告訴大家 是18期 繼續留意 我相信會介紹 但可能會介紹不同年代的車 好,今集跟大家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 用這麼少的 一百七十多元的價錢 就可以買到一部很精緻的賽車 周圍都撲到 不過我知道 相對其他產品是小便利店有的 可以留意其他雜誌寫 或者其他雜誌寫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Unbox 我是Brian Lo 多謝你收睇 ToysTV 好,拜拜 收睇